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三十六集 李昭南渐渐平复喘息 缓缓躺倒在纸横的身边 手臂圈着他 不忘为他将衣裙盖好 牢中阴尸 只怕他嘘寒的身子承受不住 纸横依着他 越来越紧 似乎想要与他交接在一起 不再分开 好好活下去 别再让自己吹哭 李昭南突然重复火热缠绵时 大厦风景的一句 纸横身子一僵 举眸看他 却许久无语 借着微薄的光亮 李昭南看见他忧伤的毛子 他轻轻吻他 霍尘封 他轻轻吻地坐起身子 竹铺长发散落 不可置信地盯着他 说出这样的话 不是他心里的那个李昭南 李昭南一坐直身子 因着色彩的激烈 与汗水 身上伤口疼痛刺骨 他却笑着开口 你或许不知道 自己有多美 纸横望着他 忽而悲从中来 我在北冥时 从不知自己也是美的 从没有人称赞过我 李昭南勾住他秀美的下颌 那么现在 你可知道了 纸横脸上微热 看着他调笑的眉眼 却莫名哀伤 他似乎刻意转开话题 纸横却流泪道 抱我 李昭南漠然叹息 伸手将他抱在怀里 他线瘦的身子 在怀中微微颤抖 隐忍的抽泣声 声声动人 一整夜 两个人聚都没有言语 夜被浓雾笼罩 寒气逼人 深夜尽头 便是沉了 黑暗的牢室 不分昼夜 纸横靠在李昭南的身上 沉沉睡着 直到厚重的铁牢门 发出支压刺耳的响声 纸横惊醒 抬头看去 一丝微薄的光 设计牢门 逐渐 数亮刺眼 纸横美目微眯 不自觉地向着 李昭南怀中靠去 李昭南收紧手臂 纸横 记住我说的话 活下去 纸横身子一抖 抬眸与李昭南的 眸观相对 他深沉的目光 浓云滚动 却似乎别有深意 纸横宁眉 他不该小看李昭南 不是吗 他是那个俯瞰天下 闭腻众生的 桀骜男人 他怎么可能 如此轻易便认输呢 纸横不及言语 便见霍尘峰 走进铁牢 眼神示意牢头 打开牢门 霍尘峰眉目沉暗 但见纸横相灾凝红 血淹娇媚 长发不玩一丝 散落尖头 溢在李昭南的怀中 似乎还带着 昨夜的浅浅温柔 与似伙缠绵 他骤然咬紧牙关 狠声道 怎么 还舍不得出来吗 纸横手指 赞紧李昭南劳衣 李昭南的手 却缓缓滑下 望着霍尘峰 幽声道 霍尘峰 若你还是个男人 便不要为难一个女人 霍尘峰冷声一笑 为难 欲望 我疼她还来不及 如此绝色的女子 便是倔强一些 也是我见游怜的可人 不是吗 昏暗的光 照不清李昭南深沉的谋 纸横却更加紧紧地搂住她 她知道 徒劳无用 可依然想要 与她多一刻的相拥 李昭南看向她 口吻异常冰了 你听到了 太子既如此怜惜你 还愣着干什么 纸横心中一颤 虽心知她是故意 可终究有一丝丝的疼痛 霍尘峰事意随从 随从阔步踏进劳室 拉住纸横纤细浩腕 强行将她拉开 李昭南的身边 纸横甩开她 眸光尖利 我自己走 她回眸望着李昭南 李昭南目光 却无半分牵动 霍尘峰淡淡笑道 放心 在你我大婚之前 我不会杀她 我要让她亲眼看着 自己的女人 成为我的太子妃 纸横瞪住她 李昭南却朗声笑道 好啊 那我便静候太子佳音了 霍尘峰挑唇 哼 我也会好好款待遗忘的 霍尘峰 霍尘峰一语方毙 纸横便扬声喝道 你如此卑鄙 小人手段 便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耻笑 霍尘峰豁然抓紧纸横的手腕 冷笑道 笑又何妨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活着一往 旁人望尘莫及 说着 立声声望向随从 将翼王给本太子吊起来 好声伺候着 霍尘峰话音才落 抓着纸横的手更加收紧 转身向牢门外走去 纸横却挣扎道 霍尘峰 你 杨纸横 不要再得寸进尺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霍尘峰呼的将纸横打行抱起 纸横欲要挣扎 霍尘峰邪恶的脸便凑过来 纸横连忙避开 霍尘峰的声音便低在耳尽 说不想在李昭南面前尴尬 就别再挑战我的极限 纸横心一颤 霍尘峰此时此刻的脸孔 与他轻易的气质完全对立 他的眼神如鬼魅般可怕 令他害怕又厌恶 他停止挣扎 转眸看向李昭南 只见烧红的烙铁 烙腾在李昭南伤痕累累的身上 我 纸横一声哭喊 泪光里是李昭南深深的目光 彼此的凝视不过刹那 纸横便被霍尘峰带出了牢门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黄飞 李昭南望着纸横离开的背影 他的眼泪 他的哀伤 昨夜 他依然扑在自己胸前的刹那 他便感到心头的震撼 抬山倒海 他从不相信会有一个女人 可以在生死关头还能如此对他 只好 若我李昭南能逃过此劫 今生今世 定不负你 所以 请你一定要活下去 烧红的烙铁几乎令皮肉撕开 李昭南一声不吭 他阴谋硕然 望向牢头 牢头手上便是一顿 李昭南的眼神 仿佛是深夜里的鹰 令人心头俱颤 纸横被一路带回御南宫 霍承风令软禁纸横 整个御南宫被死死地围住 门窗恨不得以木板钉死 纸横便入笼中的金丝雀 失去了自由身 霍承风每逢深夜 便会素于御南宫 只是纸横始终冷着脸 从不迎合他的深情或威胁的样子 唯有提到李昭南 他的神色才会渐渐牵动 这也出奇地宁静 一尽丑时 霍承风依旧没有出现 纸横倒是有些许亚异 只是牵挂牢狱中的李昭南 他彻夜不难睡 即使躺下了 也会被噩梦频频惊醒 然后便是痛心彻骨的苦痛 他知道霍承风要的不仅仅是李昭南死 他更要羞辱她 折磨她 他对她的恨夹杂了许多不明所以的愤怒 也令她癫狂 这夜 他倚靠窗前 看一束月光细碎 筛落在树营里 便如他此刻的心境凌乱不堪 他微微叹息 呼的 一阵风自耳后拂过 只横身子一色 回头望去 不见人影 心思才平静下来 只听窗外一声沥合 有刺客 顿时 窗外乱作一片 分榻的脚步声频频而来 只横透过窗房 看见月影下的兵位穿梭于窗前 煞声乱了阵脚 快 那边有动静 那边也有 一声声疾呼 看来来人似是不少 只横心中一喜 莫非是大员军队 带人夜闯祁玉皇宫 营救李昭南 李昭南复杂的目光 再现眼前 是的 他是战无不胜的遗忘 他没有那么容易倒下 只横一阵心慌 正字出神 便听门声响动 他心一惊 大门已然开场 月影投入 映出一个修长的身影 只横立时惊呼一声 唐世言 唐世言将食指放在唇上 噓 他小心掩住房门 恐怕此地 我不能久留 我只有几句话告诉你 只横心魂未定 小心地望着门口 唐世言悬急道 放心 有人为我把风 亦有人分散守卫的注意力 现在祁玉皇宫 已经乱作一团了 只横一惊 他是怎么做到的 想必霍承风 对自己的守卫 定然十分严密 他是怎样打乱了 霍承风的部署 而令祁玉守卫 自乱阵脚 唐世言 果然亦不是一般的人物 只横定下心神 连忙问道 有什么话 你快说 赵南被关在天牢 你要去救他 放心 唐世言急声道 杨妃 有两件事情 还需要你帮忙 第一 我已经找到了罗勇 他原来就在军中 多日观察 他已经看出了病症 并有法子解读 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令大军休养 这一个月 还望杨妃 能想方设法 拖住霍承风 不要令他轻举妄动 并且 要保住翼王的性命 第二 祁玉皇宫 有大小暗牢无数 却不知翼王在哪一处 杨妃若可以打探出 别话给我 我三日后来去 唐世言一口气说完 只横听得心惊肉跳 我去过天牢 可是我对祁玉皇宫路径不熟 恐无法画出 只横宁眉 努力地回忆着 只是我记得 出了御南宫向北 穿过环廊 再过一条横桥 有一处草梦从山的墙壁 但似是需要什么暗语 我并不知道 可能打探得出 我们必须要见一望一面 方可谋日后 唐世言说得啃气 只横宁眉 却不能保证什么 霍承风如今软禁自己 恐怕再也不会带他去见李赵南 除非 正字想着 门外便有剧烈的响动 大门豁然开场 唐世言迅捷地躲进屏风背后 流域屏风 惊雕细刻 好在并无北民一般 半透明的样子 纸横向外看去 但见霍承风一脸冰冷 提见而来 看见纸横略微一正 随即道 哼 我道你被大猿人劫走了 看来 他们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纸横转身不语 小心地看一眼屏风 确认完全看不见唐世言 放松下一口气 他背对霍承风 一如之前几日 全无话说 以沉默回应他的所有 你尽管可以不说话 霍承风收回手中长剑 端坐在御南宫红木砖案旁 端一杯茶 一饮而尽 今日我来 是要告诉你 你我大婚之日 便定在三日后 到时候 我霍承风 要明正言顺地要了你 李昭南的命 我也会多留三日 这几日 他的确没有为难他 只很枉然一笑 三日之后 他便如此轻易地 决定了他的命运 便如在北明一样 自己的一切 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你可以修掉祖月 只横呼的一句 令火成风针风 他眉风一凝 半晌不语 只横冷笑道 哼 是谁信誓旦旦地说 只要我肯嫁 我便是他唯一的女人 想起唐世言的话 他虽不明所以 却知道 唐世言不会害李昭南 他是来救她的 他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 拖延时间 想方设法 知道天牢暗雨 火成风针松片刻 呼得笑了 哼 这么多天不肯说话 却不想 竟是想通了吗 只横漠然道 想通与否不重要 从小到大 我受骗太多 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 况且这个人 是你 霍成风疏得收敛笑语 面色凝重 你说什么 不是吗 只横冷冷看他 你未达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难道还要我相信 你是一言九点的君子不成 只横心中巨条 却依然保持着面不改色 霍成风钻紧双拳 嘴唇颤抖 却无从反驳 的确 自己每当面对李昭南 都会行为失态 他说的都没有错 霍成风 若我看不到你实现你的承诺 并不要怪我杨纸横 宁死不从 纸横所能想到的拖延霍成风的办法 唯有诉愈 他叮嘱他 不漏过他每一份情绪的变化 霍成风脸色忽而煞白 忽而胀红 许久方缓缓平复下来 诞生到 小小女子 休要与我玩一出缓兵之计 霍成风 枉你堂堂大好男儿 却原来连这点胆识也没有 只横早料到他会出此言 他淡淡而笑 目光嘲讽 若是翼王 要么不会说 说了便素来无悔 所谓英雄当如是 这便是你与翼王的差距 霍成风大怒 立时一步冲到纸横的面前 狠狠地望着他 你说什么 纸横丝毫不褪比 眸光闪烁 我说 李昭南逼你 并强在光明磊落 言出必见 你 霍成风挥起手掌 纸横却依旧仰着脸 娇媚血颜 倔强妖娆 几分傲然 几分不屑 霍成风的手 终究没有落下 他只是看着他 冷声道 我霍成风 虽不敢称证人君子 却也不会失险于一个女人 但回到北秦 必然先修宿月 那么 便回到北秦再成婚吧 只横转身坐下 背影坚决 霍成风一震 无料今晚的女子 竟如此带刺 触碰不得 为什么 明明越是靠近 越是触手难及 她反而茫然若失 这个女人 她突然看不透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梨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三十七集 霍成风传言一呼 声冷道 好 本太子 便立时修输北秦 废太子妃宿月 为侧妃 即日 迎娶北明公主 为我北秦太子妃 霍成风一举奸然 芷衡却得曾进去 我还要 获礼隆中盛大 并且 获礼前 我要再见 李昭南一面 杨芷衡 霍成风终究恼羞成怒 抓紧纸痕细弱的肩 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会再让你见他 你再见到他 除非 是一句死尸 哦 既是如此 那么太子又何妨在乎 这区区一面 纸横 激笑的挑眉 冷冷看着他 我在你的手里 李昭南被你关押 这里 是祈遇的皇宫 便也如同你北秦皇宫一般 霍成风 你还在害怕什么 哼 原来 即使是被你擒住 身受重伤 也无反抗之能的李昭南 你也如此害怕 如此位如猛虎 啪的一声脆响 一个耳光 响在了耳机 纸横发上叠簪 颤颤抖动 他捂住脸 羊毛看他 霍成风气节的样子 竟令他心里有几分得意 便如李昭南所说 霍成风 还是那般沉不住气 霍成风直指他 窃取道 好 别让你见他最后一次 想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 但是杨梓横 我告诉你 你休想救他 你 我霍成风要定了 而李昭南的命 我也要定了 谁也不能阻止 轻易的背影 无等变得如此躁动 霍成风转身而去 重重关上大厂的房门 指横微微闭幕 松下一口气 转眼望向屏风处 唐世炎闪身而出 朗朗眸光有几分赞赏 亦有几分不明所以的光色 令眸光明灭不定 他微微一笑 不愧是 一往的女人 干得漂亮 指横心尖一动 唐世炎的眼神里 竟有恍惚的落寞 他笑着 可唇角 却僵色无比 霍成风修书北秦 来回最少七日 其北名公主杨纸横 乃一王侧妃 先家赵玉卓 在下李昭南 一而再再而三 霍成风乃北秦皇室 唯一皇子 北秦皇帝霍敏 可能允许儿子 娶这样一名 三嫁女子为妻 甚至 还要休掉夙月 恐着其中许多纠缠 还需要时间理清 那么 至少要半个月 霍成风 方可再有行动 只是霍成风 一迟迟不令他 再见李昭南 七日之后 北秦回书果然迅速 只是带来回书之人 却是夙月 夙月以姓名要写 定要相见纸横 霍成风无法 带着夙月来到玉南宫 夙月面色憔悴 目光阴狠 纸横不禁不寒而立 霍成风不可留 夙月与纸横两个人 纸横倒无所谓 坐下身 幽慢地饮着茶 夙月阴红的双眼看着他 太子 夙月已经是被您嫌弃之人 难道您还怕我伤害了您的心宠不成 夙月仍为言轻 还想活命 霍成风目光流转 略微思量 看看夙月一息消瘦的身体 终究道 好 便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仪式夫妻摆着恩 霍成风终是极信任夙月的 霍成风离开房间 夙月直直地盯着纸横 纸横举眸望他 许久 两人只是相莫无言 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游记得自己曾经答应过夙月 不再出现在霍成风的面前 可是自己又何尝愿意 纸横说得平淡 夙月却呼呼得双膝一软 颓然跪倒在地 泪水顷刻如雨 纸横一惊 起身望他 你 你这是 苏月声音哽咽 哭泣道 杨纸横 我求你 把太子还给我 还给我好不好 纸横争松在当地 为其言语 苏月更加生泪俱下 杨纸横 你生来便是皇家公主 高高在上 一时不愁 如今更是嫁给了 一王为妃 又何必 再来与我争抢太子 我好不容易 才当上了太子妃 好不容易 才令太子对我垂帘几分 杨纸横 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苏月 凡请你将事件原委弄清 若非霍成风强行逼迫 你以为 我会愿意出现在霍成风 面前吗 纸横微微挑唇 冷冷地说道 苏月只是哭泣 太子 太子他一直不娶 直到北清内乱 我为太子挡下致命一刀 太子风娶我为妃 其实 我之前不过是太子的一名侍女 杨纸横 你堂堂公主 已然尊贵无比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来与我 抢着一点点的幸福 尊贵无比 纸横心底冷笑 何时起 这四个字 会与他联系在一起 纸横略微沉饮 眸色微微而动 难怪自己被掳截之时 便觉得素月与霍成风之间 甚是奇怪 霍成风唯有他一位太子妃而已 却看不出两个人有多么恩爱 反而生疏客套 原来 果然曾经只是主仆而已 只横看看素月 女人的度火 往往可以燃烧一切 自己曾经利用过素月一次 如今 为何不能利用第二次 于是 纸横重新坐下身 淡定道 素月 你我做一个交易如何 素月一正 纸横的神情 由此那天晚上 他们做的第一次交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纸横看着她 素月脸色纠缠 目光里 似有艰难的挣扎 纸横静静等着她 终于 素月走上一步 颤声说道 好 纸横淡笑着看着她 扶在她的耳边 素月脸色煞人冷白 转眸看向纸横 纸横却平静道 如何 若你答应 这太子妃 正是你素月莫属 素月只感觉到周身发冷 望着纸横绝色的面容 心中泛起淡淡的一丝惊恐 为何她与李昭楠 竟有越发相似的感觉 一个月 弹指一会间 一月之内 可以发生太多太多 又是一年十一月 风寒路重 雾语朦胧 一株株枯瘦的山茶树上 小小花苞孤立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 北亲太子霍成风 未愁大婚 大费周章 指命赵康催俭战士 紧盯大员军队一举一动 却一直按兵不动 指衡欲要盛大隆重的婚礼 并提出诸多要求 他要临丝线 手绣红绸衣 更要一针一线 都缠绕金丝点点 万千含苞带放的 娟丝山茶 落在长裙之上 只是这一套华商 便耗费人力上百 一月内赶制而成 霍成风更向大员 发寒挑衅 直到翼王正在祈遇做客 奉上杨妃 作为两国修好的大礼 北秦确之不公 邀离人 前来观礼 山边 大员军队惊奇不倒 只是生气全无 霍成风并不令人攻打劝降 他只待大婚结束 亲手杀死李昭南 拿着李昭南的向上人头 兵不屑任 招降大员军 喜气似乎弥漫在其遇的上空 尽管这桩婚事 霍敏竭力反对 但降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霍成风只等大礼完成 天下皆知 再行返回北秦 夜色被浓云吞没 黑沉沉的 兴安宫内 一片生肖管弦五月不止 珍羞美味 烈酒佳肴 七玉美肌水腰丰扰 五洞红满丝绸 只是夜的颜色 始终黑沉暗淡 霍成风依照北秦之礼 于殿内带纸横而来 纸横由梁飞引着 一身滑贵万千的红甲衣 献杀多少旁人 只是那万朵山茶 以利涨血的群伤 便是令人惊艳不已 又何况此女子 乃翼王侧妃 又引得北秦太子 如此心动 三家的女子 神秘的公主 来人无不好弃 霍成风捏住 纸横细腻的手 望着他一身风华妩媚 真想将他顷刻搂在怀里 再也不放开 你到底是我的 霍成风雨声里 冷硬带着阴阴的期盼 纸横不语 北秦礼数 新娘当持久跪拜天地 以酒水洒地 与新郎再共举杯 一人饮去一半 与同甘共苦 纸横持久 对向开场的店门 夜色冷得渗人 纸横跪拜之后 将酒水洒向地板 铺沉一心的红毯 被酒水浇透 呼得随着一个阴影落地 眨眼之间 凑不及防 鲜艳红毯 突得燃起高昂的火焰 一盏宫灯 跌落在地 火乘风大惊 新郎宫内立时发出阵阵惊呼 快扑灭他 扑灭他呀 那间间隙高挑的声音响起 火乘风忙揽住 纸横诉腰 向后臂去 一时之间 新郎宫内乱作一片 燃烧的红毯 发出胶着的味道 纸横忽然道 太子 我还没有见到李昭南 你失言了 霍乘风一惊 望向怀中女子 纸横将盖头轻轻挑起 目光冷如冰霜 太子 好一个一言九点的北秦太子 信誓旦旦说 不会骗我的北秦太子 你 你是故意的 霍乘风大喊 纸横冷笑道 太子男人大丈夫都可失言 那么 又何况我小小女子 你 霍乘风双目含火 仰手便欲朝纸横挥去 身边传了随从交集的声音 不好了太子 兴北宫大火 太子 太子 敬心堂大火 太子 好了 霍乘风打断来人 力声声望向纸横 纸横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霍乘风几乎气劫 抓紧纸横的手腕 向电口而去 斩目而望 但尽整夜压抑的夜空 已然烧红一片 霍乘风不禁心中大惊 这个女人 究竟运用了什么手段 尽可令其余整个公寓 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纸横被他攥得生疼 不断挣扎着 霍乘风 你眼而无信 上天都要报应你 别跟我说什么天意 霍乘风几乎捏断 纸横的手腕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霍乘风愤怒地望着他 纸横却只是淡淡而笑 霍乘风 这场婚礼还要继续吗 霍乘风呼地甩开杨纸横 杨纸横 我不会放过你的 绝对不会 纸横跌倒在地 霍乘风拔出随从 腰间长剑 立幕森森如火 速去牢里 看李昭南还在不在 我就不信 他一个小小的女人 能陷得起这样大的风波 李昭南 自己不该低估他的 霍乘风才迈出两步 便有几名棋域侍尾 身中竖刀 被推进大殿 血腥与大火烧焦的味道 混在一处 霍乘风眨眼刹那 便见一人 一身浴血 冲进大殿 霍乘风神前一致 来人目光如刀 神前森海 竟是李昭南 霍乘风豁然已经 立时回身至纸横身边 纸横被前置 但见李昭南血染衣袍 面色如同冷铁 霍乘风 识相地 速速放了纸横 本王留你全尸 李昭南一声立鹤 眼神望在纸横 一身鲜红的嫁衣上 他的目光 仿佛便是 无比坚韧地依靠 昭南 纸横望着他 虽然被霍乘风 禁锢在怀里 却不再遭动 内心莫名地 安静了下来 李昭南望着他 冰冷目光泄露 极许不经意的情意 霍乘风横声说道 李昭南 你是如何逃出天牢的 霍乘风为李昭南 准备的天牢 乃其欲最是隐蔽 最是牢靠之处 而守卫 李昭南的兵士 亦是精兵强将 他无论如何 也不能相信 李昭南是如何身受重伤 逃出重围的 甚至还可以放火 火烧其欲皇宫 此时 其欲宫廷 依然乱作一团 四处逃窜的皇族公妃 提了水桶 冲出大殿救火的 那间宫女 刀枪相击 浴血奋战的 其欲宫兵 一时之间 浇杂在霍乘风的眼里 李昭南 究竟是怎样的人 如此浩大的阵势 他是如何做到身在牢室 运筹帷幄的 是预谋已久 还是集中生智 无论怎样 李昭南 都是一个太可怕的对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三十八集 李昭南只是看着他 挑唇笑笑 霍乘风 你想方设法得到我的女人 却没有管好自己的女人 霍乘风内心赫然一惊 握住剑扁的手 微微颤抖 他指谁 苏月吗 李昭南 便是如此 你以为你能逃得出 这齐玉皇宫吗 我北前十万大军功后 一王 你总是插翅也难飞 霍乘风 你错就错在 浩大喜功 盲目自大 今日 本王便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谋事 说着 长刀直向 朔亮的刀锋 直逼霍乘风眼前 谋事第一 便是要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霍乘风盯着李昭南 向后微微一退 身边侍从 便齐刷刷冲上来 护住霍乘风身前 太子 您快先走 霍乘风一声领下 李将军 速速出宫 吊击大军 包围皇城 不必了 李昭南朗声道 霍乘风 一笔之道 环石笔身 你令人污染我军饮水 令我军 接染疫病 我们便不能顾忌重演吗 只怕现在 你的十万大军 能有一万还可动弹 便是奇迹 霍乘风身子一震 一股凉意 刺脚底直冲头颅 李昭南 真真好似地夫鬼魅 令人不得不犹新生寒 太子 此时 一个女子声音 远远自店口传来 她一脸惊惧 苍白的面容 写满复杂纠缠的悔恨 苏玥 霍乘风目光阴森 苏玥 这一切 可与你有关 李昭南的话 响在耳迹 霍乘风不由地 紧紧叮嘱她 她不敢相信 自己原是不属周密 天衣无缝的计划 会毁在一个女人的手上 霍乘风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 女人的度火 可以焚烧掉一切吗 纸横微微挑眉 目光冷冷地 看着霍乘风 霍乘风一震 这间素月 历时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 太子 我 我没想到会这样 我没想到啊 我只是想 只是想帮助李昭南逃走 带着杨直恒一起走 我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会是这样 霍乘风目光骤然一句 什么 你 素月虽然扔识自己 侧妃的身份 可齐玉皇宫 她如何可以来去自由 助李昭南逃出天牢 太子 是她骗了我 是她骗了我 素月直指向纸横 声色巨斗 她骗我 她只想和李昭南逃走 不会伤害太子 我才趁那一酒醉 偷了你的令牌 以你的名义 假一级劳为你带话 将李昭南部下 带进天牢中 可是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 素月哭声连连 霍乘风 这才议起一月前的那晚 素月 重刺看破一切 与自己饮酒酗旧 一番恳气后 自己的确醉了 素月 防我对你如此信任 霍乘风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素月几乎哭肿了双眼 太子 素月对不起您 对不起您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霍乘风手中见风一侧 指横便是一声轻言 霍乘风望着李昭南 殿外大火已然弥漫 眼看便要烧向心安宫内 李昭南 这一次 我霍乘风认了 只是我死 你的女人 也要陪我一起死 说着 霍乘风一挥手 身边死士一起冲上 李昭南与大员兵卫 挥刀相抗 李昭南眼看着霍乘风 带着指横向殿后跑去 李昭南欲要摆脱战裙 飞奔过去 可是脚下却被什么牢牢禁锢 低头一看 只见素月匍匐在地 紧紧抓住李昭南双腿 力道之大 不思宜牵入女子 太子快走 快走啊 霍乘风眉目一立 休要假惺惺 一眼方毙 便见他绕过郎柱 直向后殿 李昭南一脚踢开素月 急追过去 只见后殿 乃是通往二楼之处 霍乘风带着指横 不知去向哪里 自己与唐世言合谋 放了这把大火 计划最后烧到新安宫 唐世言在外桶里 自己冲进新安宫就指横 只是他不知道 大火竟烧得这样快 霍乘风 你若是男人 便不要总用一个女人 当你的保密服 一语方毙 便有脚步声 自楼梯上传来 霍乘风下楼一键劈过来 李昭南横刀挡开 指横呢 李昭南 那便看你有没有命救得了他 炎毙 冷剑已经被烈火熏得火热 与刀锋碰撞出惊人的火花 瓦石木屑裹着流火 纷纷远落 李昭南急欲向二楼冲去 只是霍乘风困兽游斗 纠缠不休 李昭南再无心与他纠缠 一刀劈过去 刀刀致命 霍乘风却一剑将李昭南逼开楼梯 二人缠斗至窗边 霍乘风趁着头上一块横幕落下 一剑刺去 李昭南为躲避剑锋 与滚落的横幕 指的一个翻身跃下攻阁 霍乘风跟着跃下来 李昭南欲再度冲上楼去 却被霍乘风横加阻拦 此时刁梁欲动轰然塌陷 仿佛脆弱的桥木 坠下高楼 李昭南大惊 指横还在里面 如此下去定然性命不保 巨大的心痛 疏然令眉目生冷 他一刀挥过去 震得霍乘风手腕发麻 霍乘风 指横若有三长两短 我让你北前数万人 以其成命 一语方毕 但见一男子 持剑而来 唐兄 这里交给你 李昭南眼前一亮 将霍乘风甩开树部 霍乘风正于追过去 却被唐世言横剑挡住 唐世言眉眼带笑 霍太子 与唐某过过招吧 霍乘风一惊 眼前之人太依稀记得 他乃是水陆贼寇头领 他竟会与李昭南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心头再度火起 难怪李昭南可得到数万援军 难怪可以火烧疗城 速月所指的下属 难道就是唐世言吗 混乱的嘈杂中 公羽被火喊笼罩 巨大的恐慌 席卷着李昭南的心 他此生此世 是从未如此害怕过 会如这一般 怕失去一个女人 纸横被霍乘风 以腰间玉带捆绑在二楼 眼看大火迂回楼梯 蔓延攀爬而来 纸横拼命挣扎 来势汹汹的火焰 轻易吞噬了整个公寓 声势愈发雄壮 纸横手腕背负 剧烈挣扎之下终于脱出 许是霍乘风 并不真的想要他的命 并未将玉带勒紧 大火已燃烧了 他杖许长的鲜红甲衣 纸横将外皮脱下 一身淡淡胭织红裸裙 反而轻便许多 他连忙向窗边冲去 娇烟呛口 仿佛五内聚焚 他生生咳嗽 大火之中 他并不清风向 蜡眼的火焰 轰烤着他的肌肤 赵楠 他拼命呼喊 无助地跑 汹涌的火蛇 由楼梯 地缝 流蹭而来 疯狂的火焰 几乎将他吞没 呼得手指触击一触 被猛然推开 扑面而来的清凉 令纸横清醒 他定睛而望 正是窗子被豁然打开 但见夜色中 熊熊烈火燃烧着这座公寓的每一处 风筑火势 草木尽雕 他向下望去 只见李昭南正提到而来 漫天流火中 他看到了生计 昭南 纸横一声呼喊 正欲冲进火海的李昭南 猛然举手 烟雾缭绕中 只见纸横精具无助的 凄美容颜 探出窗外 他心下一松 还好 还来得及 大火呼地冲出殿门 爆发剧烈的响动 整个心安宫 在火海中摇摇欲坠 秃得 一根火木落下 淹没在烈焰中的 心安宫 开始塌险 李昭南连忙大喊 纸横 跳下来 纸横一惊 向下望去 心安宫二楼 高高在上 只是这样望下去 便令他头晕目眩 犹豫至今 身后的火势 汹涌扑来 如云似雾般的 走杀群伤 被火焰沾染 他连忙脱下 淡淡胭脂色 走杀 那身杀衣便如 纷纷凋谢的花瓣 顷刻化为灰烬 李昭南见状 心知 纸横心内的恐惧 于是索性 把腿 向火海里冲去 一望 一望不可 偷的 有人拉住他的手臂 回头一看 是李明 放开 李昭南甩开他 纸横见了 他知道 此时火海之中 楼梯皆已化为交叹 若是李昭南冲进来 只恐怕于事无补 他们二人 皆会隐命在此 他心已横 这样的场景 依稀曾有过 游界的新疆大火 火海之中 他已曾纵深月下 滔滔江河 那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 而现在 站在楼下的是李昭南 是他爱的男人 他怕什么 昭南 不要过来 他高声呼喊 严毙 只于一身 纯白色螺群的女子 便如一朵 悄然绽放的 慕芙蓉 天然夜色灵 纸横纵身 跃下高楼 李昭南连忙 冲上几步 张开双手 刹那 身后公寓 便如天塌地线般 倾倒 冲天火焰 只在眨眼间 便摧毁了 整座公寓 李昭南 双手触及 那柔软身躯的瞬间 大地 似乎轰然下陷 他紧紧地抱住 怀中女子 就地翻滚 将女子 牢牢覆在身下 轰鸣声中 他缓缓抬眼 只见怀中的女子 一双精灵美目 望着他 泪眼婆娑 却盈盈带笑 还好 他毫发无损 心中对是豁然 他似乎 从未如此深切地 感激上苍 他们相对的谋光里 肆意隔了千百年 翊王 您没事吧 是李明焦急地呼喊 李昭南站起身 将纸横拥在怀里 仿佛不是这样 他便会离他而去 我没事 霍成锋呢 李昭南冷声说 在此 只听唐世言 慢悠悠的声音响起 已被五花大榜的霍成锋 赵金峰 赵康 已被唐世言拿下 推倒在李昭南面前 李昭南冷冷地看着他们 霍成锋不干的羊毛 李昭南 你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残杀无辜生理 迟早 你的手段 又高明到哪里去 李昭南沉冷的声音 与身后蔓延的伙事 形成强烈的对比 赵金峰连连磕头下去 一王 一王 我知错了 我知错了 但求您饶我一命 我定当 李昭南抄刀直刺 只听一声尖锐 血光顿时刺眼 第一个要杀的 便是你 眼壁 钢刀已穿透 赵金峰的胸前 赵金峰双目圆睁 鲜血沿着唇角滑下 拔刀刹那 身子抽抽几下 扑通倒在焦烈的地上 只横连忙闭眼 脸颊深埋在 李昭南胸前 李昭南轻轻抚他长发 安抚他的心慌 眼神却望向霍成锋 霍成锋 一目色如火 霍成锋 你 已不配做我李昭南的对手 李昭南辟腻着他 冷傲而憎恨 这个人 差点让他失去了纸横 霍成锋毫不畏惧 却淡淡说道 李昭南 我只想死得瞑目 大火依旧漫天 李昭南冷笑道 还不明白吗 你错就错在 没有马上杀了我 而在我的面前要我扬威 我才得以与堂兄李英外合 你有十万大军又如何 到头来不过自讨苦吃 唐兄的本事 我想不必我多说 你应该知道 令他得知了我所在 那区区牢房 可还能锁得住我 其欲兵弱 唐兄只需带了我的三千精兵 便可打进城来 而你 可以与赵金锋串通 我如何不能与守城串通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远也不难 霍成锋心中大害 此时想想 只亨如此这块的转变 的确可疑 只是自己急于操办婚礼 对他听之认之 其他的 交给无能的赵康安排 的确太过疏忽 他以为 只要李章男在牢里 便万无一失 他以为 只要纸横在他的手里 便是王牌 他愤恨地看向纸横 纸横依在李章男胸前 如一只若柳 不能惊风 可在他的面前 他却永远冰冷坚强 如同一块 不可动摇的磐石 我终究是被你算计了 他看着纸横 纸横轻轻侧过眼 不语 此时 大火借着风势 娇烟的味道 已然浓郁 呼地 传了浩大的喊沙声 李章男宁目望去 但见几百北秦死卫 向这边冲过来 唐石炎拔剑刹那 大援军 一起刷刷地亮出兵人 放了太子 否则 你们也逃不出这皇宫 咱们玉石俱焚 说话的 竟是素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黎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三十九集 月夜下 风起乍然 聊起李章男 黑色球袍 霍城峰回头望去 只见素月 一身仙手 领在众北京兵卫之前 急匆匆而来 她的心里 却依然恨她 你来干什么 若没有你 我何至于 落得如此下场 霍城峰冷冷地看她 几乎咆哮 望着一身狼狈的霍城峰 素月只是枉然落泪 太子 素月对不起您 定由命来偿您 不必 霍城峰声音地别开头 素月心中 顿时陷露 她羊毛看向李章男 李章男 我素月不求你念我恩情 求求你可留太子一命 我素月 愿待太子一死 素月说着 跪倒在地 李章男冷笑道 你以为 我会与霍城峰犯同样愚蠢的错误吗 长峰 卷起衣袍 躲在李章男怀中的纸横 瑟瑟发抖 章男 纸横 不要求情 李章男 垂眸看他 暮色如夜 纵虎归山 后患无穷 说着 长刀挥舞 纸横被轻轻推到李明身边 李章男拔刀刹那 北秦死位 一拥而上 又是一阵惨烈的绞杀 大火呼啸 冷风森染 李章男刀锋灵力 灵傲入销 刀刃过处 鲜血横流 血肉飞散 只横身子不禁一软 微微闭目 李章男便挥刀 便大声叫道 北秦将士 本王念如等一片忠诚 其心可嘉 弃暗投明 本王既往不咎 若负于顽抗 傻无赦 话一落实 杀气腾腾 李章男一知 如此漫天大火中 不可过多缠斗 不可过多缠斗 不如朝降 北秦已然疲惫不堪的将士们 无端刀锋一次 苏月见了 连忙说道 休要受他蛊惑 翼王残忍 早已声明在外 保护太子 仍然恩赏加倍 李章男一刀劈向一人 却刀锋急停 刀下留人 我李章男向来惜财 你等可为北京奋战至此 足可见 皆是精兵强将 本王以李章男三个字保证 缴械不杀 锋利 寒重 霍城风一一女子 而令十万大阶沦陷 北京人心中不无怨愤 如何能使众将 再为其卖命 此时此刻 李章男如此气势 北京军将 声势完全被压制住 李章男三个字 却是军中之信 一王抽烟 素来无悔 果然 其中一人呼得扔下武器 另一人便随着扔下 煞时间 一只顽抗的北京兵将 一个一个 皆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兵之上者 不战 而屈人之兵 李章男刀环入鞘 只见北京众人 纷纷败倒 我等 愿归顺大元 归顺翼王 霍城风见状 心冷下半截 这就是自己一直 暗中信仰的精兵暗人 五年前 便潜伏于南越 这一次 他将大军放在山中 只带着上千岸人 于齐玉皇宫 齐玉兵力雷弱 却不想 自己多年的心血 亦如此轻易地 复之东流 李章男邪逆着 惊怒非常的霍城风 霍城风 看在你一层 是一条好汉的份上 我留你全尸 说着 刀光重现 手起刀落 霍城风仰天而笑 闭目受死 这一战 自己输得彻底 却输得不服 他只是输在了 浩大喜功 输在了两个女人的身上 一个跟他声东击西 一个对他虚情假意 人说红颜祸水 可笑 自己乃北心唯一子嗣 一直不娶 唯一一次娶亲 却注定了今日之祸 第一次动情 却深知将死 天意 天意啊 纸横闭紧双眼 不忍促读眼前一幕 残忍的声音 刺破喧嚣火海 皮肉撕裂 与钢刀拔出四剑的鲜血 沾染夜色 纸横微微睁眼 只见霍城风狂笑的脸 乍然宁紧 李昭南一刀毙命 他身子 缓缓缓倒在地上 宿约立石扑过去 痛哭失声 太子 堂堂堂北秦太子 竟死得如此落魄 壮志未愁 来骨他乡 纸横心里不禁一阵悲怅 他缓步走到李昭南的身边 突然感到周深无力 只想要依靠他 躲到他的怀里 避风夺雨 我们走 李昭南手中钢刀堂血 纸横步子虚软 依着他的身边 唐世言跟在身后 突见一分寒光凛冽 唐世言一声惊呼 小心 李昭南警觉之间 回眸看去 却只见一阵暗器 直向纸横而来 他连忙抱紧他的双肩 欲要躲开 不耐 那暗器来势迅 凑不及防 正正扎在纸横的肩头 纸横一声痛呼 李昭南连忙将他的身子拦住 婴死的眼 陡然生寒 滔天大火 熊熊燃烧在身后 宫羽 顷刻成灰 而夙月阴森的冷笑 在火光下 游显得凄厉 夙月仰天而笑 那几乎扭曲的脸孔 张狂在大火滔天的黑暗里 杨直恒 你别想活得逍遥 活得自在 说着 说着 偷地拔下发上长簪 扬手 扎入自己的喉咙 星夜 火浓 风寒 血冷 夙月 我看着地上的 霍尔风 满足地笑了 柔软的身子 缓缓倒在 霍尔风的胸膛 身不能同寝 死同穴 烈烈风冷 滔天火海 奇遇整座城 皆泄落在 一片烧焦的灰暗中 志恒 你要坚持 要坚持住 李章男策马 奔出火海中的皇宫 可他怀中的女子 却越发虚弱 气弱油丝 大片血红 染透了血白群伤 那血发污 李章男只怕 那边暗器上 催了剧毒 他不曾想 素月竟是戴武之女 只是一个疏忽 便令志恒 遭受如此重伤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一王 我已令大军撤回 我们要到梁江边 上了船放安全 风中 唐世言的声音高靠 李章男拥着 面色如指的指痕 他只怕 指痕坚持不到 那个时候 他身本雷弱 这边暗器上 又不知脆了什么毒 血色欲发乌黑 不能再等了 李章男 忽悟地勒紧马将 大军随之停住 唐兄 你俩人 搜索上船 我要先为指痕 将毒枝吸出来 李章男翻身下马 怀中女子 虚弱地一声深吟 夜色下 唐世言看见 李章男 胶着的目光 他怀中的女子 虚弱地如同一片 孤零的落叶 好 我会等你 唐世言说的 叮嘱一句 小心 正有北秦死为追击 李章男点点头 唐世言说的没错 虽然自己收服了 那几百个 齐玉皇宫的暗人 但北秦人众 其中必定不乏 誓死护主之人 自己杀祸成风 以他尸体 收响北秦大军 这势必大大打击 北秦国 那么那些忠心耿耿之人 更加不会放过自己 可是纸横的伤 可不容缓 他必须 先将部分毒液吸出来 否则 毒液淤积 迅速侵蚀心脉 他只怕柔弱的纸横 无法坚持到船上 他将马拴在树丛中 解开纸横一群 白腻细肩上 乌黑一片血色 月光寒冷 触目惊心 纸横 李昭南轻声唤他 纸横神志不清 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李昭南俯身 抱紧纸横的身子 生怕稍后的疼痛 会令他挣扎 他温暖的唇 触上纸横冰凉的肩 乌血匆匆 悉数进入李昭南的口中 李昭南用力瞬息 再将乌血吐出口中 纸横轻声深吟 新手抓紧李昭南肩上的衣襟 月华冷得骇人 惨白月色将夜笼罩 远远地 传来纷纷踏踏的脚步声 李昭南一惊 只见怀中的女子 一缓缓睁开眼睛 昭南 噓 李昭南将手指放在唇上 静静听着来人的动静 凌峰傲停在树丛中 一动不动 多年随主人征战 肆意可察觉 这不心肠的动向 纸横美眸惊异 虚弱地靠在李昭南胸前 听得树从外一声大呼 给我搜 他们走得没那么快 与北秦亦有多年征战 李昭南识得 那是北秦重臣 明将军罗飞的声音 唐世言将北秦军队用药 想必此时虽不可尽数行转 但终究有中毒深浅之分 便如霍成风将毒逃入大原饮水中 亦不过另一病害了一半之力 若是北秦亦如此 想必尚有千军万马追捕而来 将军 太子已死 你我回去 想必也活不下 皇舍不会放过咱们的 义人突然对罗飞说 罗飞怒斥道 你我使朝廷俸禄 仅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何况未能保护太子周全 便是你我失职 死亦应当 那人不再言语 李章南心下一转 看来北秦军心已乱 人人皆怕连累祸岁 这便好 正想着 有人又说 将军 那边好像有动静 李章南借着月色 看清来人正一步步接近 手指凌风傲的方向 纸横 抓紧我 李章南滴滴看他一眼 纸横点头 苍白的绝美容颜 被如水月光浸得剔透 李章南忽然起身 唐身跃上凌风傲 树从草荫 惊起寒压无数 罗飞一剑连忙道 给我追 重兵将齐声应了 李章南求袍飞扬 怀中的女子 紧紧抓住他胸前一惊 但及耳边嗖嗖声风 纸横紧闭双眼 无需看 亦可知追兵之重 追赶之急 纸横心中疼痛 他迟 李章南若是自己逃走 应该完全不是问题 只是 他的怀中抱着自己 而若非为他 他亦不会停下马来 恐怕早已经上了船 扬风而去了 想着 悲伤的泪便夺眶而出 赵南 别管我了 你快走 只听罗飞一声令下 放箭 夜 深沉 树剑齐发的壮观 耀亮了整片夜空 星辰五色 月影淡薄 李章南低着身子 纸横感到窒息的紧迫 嗖嗖 剑身划过耳骨 令人心神俱差 赵南 别管我 别管我了 他哭喊道 李章南却低眼看他 别说话 你怕好 手针紧僵上 纸横一言作了 危机灰神 便感到背上一冷 纸横煞尸大惊 只见李章南 纵身跃下临风傲 羊卷的衣袍 挥开如鱼冷剑 罗飞 有种 与本王单挑 李章南心知 罗飞乃英雄好汉 果然 此话一出 罗飞历史命令 停止放箭 剑升 骑刷刷收敛 夜如永末 天际无光 李章南 艰然的面容 似雪山顶 常年积雪 俯瞰众人 辟逆天下 即使是如此 单兵作战 杀鸡重重里 他仍旧高傲无比 罗飞 本王知 你乃英雄好汉 你要的是本王的命 不牵累 家眷妇孺 李章南一句话 罗飞望向马上的柔弱美人 只横长发翩翩 被夜风捂乱 清澈的毛子 如水盈盈 这便是令霍成风 意乱情迷 以至十万大军 未能困住翼王的 绝色女子吗 罗飞点点头 好 我便与你一战 不牵累旁人 痛快 李章南随即转身 望着马上 目光惊惧的女子 微微一笑 纸横 等我回去 章南 纸横肆意想到了什么 心内煞石 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肩上的疼痛 已丝毫不及心中半分 李章南的眼神决绝 深邃眸中 是夜色无银的妓缘 只横 抓紧 他望着她 呼得手掌一挥 拍在凌峰奥的身上 凌峰奥四提腾空 李章南长长一声哨音 凌峰奥便调转马头 向另一边而去 只横大惊 不 李章南 他要自己走 而他一个人 将面对的是 北前阎阵阵一带的 誓死中尉 他只有一个人 这许多年的战场 拼上 他都只有一个人 不 章南 章南 他一声声哭喊 逐渐消瘾在夜色中 曾有一刹那 想要跃下凌峰奥 与他并肩赴死的冲动 可他却知道 他在 只会是李章南的副类而已 人类闭目 泪水一滴滴 掉落在风沙中 夜风如巨 只横长发横飞 一身飞扬的白色群居 在夜色中 如一朵七眼碑上的碗荷花 孤独 无奈 痛彻心扉 泪物分分钟 他看着李章南身影 越来越远 夜无尽头 心 却有近处 巨大的心痛 袭击着他 李章南 那个踏雪蒸煞的狂傲男子 那个冷酷无情的桀傲皇子 李章南 你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 不然 我会恨你 我会永远追着你 无论伤天如地 我都要告诉你 我恨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四世纪 望着纸横走远 李章南抽刀转身 暮色阴沉 神情淡定 来吧 罗飞 本王便与你决一死战 罗飞一把刀相见 夜风中 凛然杀气 刀锋过处 草木皆雕 李章南横刀 与罗飞刀锋擦出 四剑的火星 旁边突兔的一人大喊 罗将军 升旗一王 不必讲什么道义 我们一起上 罗飞与李章南 刀兵相接 眼神却肃力 我罗飞 从不做这段下作之事 李章南微笑道 罗将军 佩服 说着 刀锋又是一掠 狂傲的刀锋 带着居高临下的紧迫气势 此处 已经是南岳境内 草木之中 南岳的风光一腻 尽被吞没 李章南极少用出这样 致命的刀法 罗飞逐渐处在下风 步步后退中 刀尖凸得一偏 被李章南抓住破绽 李章南刀刃横斜 请客便可要他的性命 秃得身后杀切来袭 李章南回头望去 但见冲上数名北秦将士 杀了李章南 不要讲什么道义不道义 那人叫嚣着 李章南回头望去 冷生生的目光 火焰凌凌 哼 一起上吧 我李章南 死有何惧 说着 用力震开罗飞 向冲上来的兵士 提刀冲去 四五个人围攻李章南 周围是上百 直挤横刀 随时待命的北秦兵 罗飞却大喊道 都退下 我定要与李章南 决一死战 但此时此刻 战局已然不由控制 罗飞的话 根本不起作用 月夜 李章南以一敌武 气时孤绝 剑气狂傲 便如他浴血换来的赫赫威名 震慑四方 所向披靡 虽然他身上有伤 但如此绝境之下 竟有无穷尽的力量 左右官知 心内无不震撼 一人跃出战局 向着士兵大声喊道 上 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 还围不住他 罗飞大喊 孟玉 你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令人不迟 翊王之威慑 若可擒之 定是大功一件 亦是扬名天下的机会 说着便又有几个人提刀而上 李章南一跃出战局 筋疲力尽时 目光更如冷冰 他扫视众人 血光满眼 他胸口的伤还在 九路战局定然牵动旧伤 他捂住心口 暗自调整气息 翊王 束手就擒 与我们回北秦 为太子偿命 留你全尸 笑话 李章南高声道 就凭你们这些个乌合之众 也想擒住本王 李章南举刀 重新冲进战局之中 直向梁江方向而去 此时不可争强好胜 走而上策 李章南 我来帮你 说着 罗飞进举刀冲来 被前人揭示一惊 罗将军 你可要通敌叛国吗 罗飞冷声道 我罗飞 作来敬仰英雄好汉 你等小人行径 令人不齿 我罗飞 自会自决于北秦君主 说着 刀锋铃铃 对向众人 罗飞原来的属下 面面相去 不知何去何从 罗飞为人 大家向来了解 他一身肝胆 溢在胸中 生性倔强 罗将军 便不要怪我们手下无情 一人带头 冲了上去 罗飞一声令下 对向他的人道 各位 我罗飞手下 不可出不义小人 若日后有何罪责 我罗飞一力承担 罗飞手下之人 互相望着 李章男心思一念 高声道 罗将军之意 我李章男记下了 不如与本王同归大元 本王 以往不必多说 我罗飞不可不义 亦不能不忠 今日我帮了你 便会以死以报北秦 罗飞语声坚决 李章男叹道 将军这又是何必 我李章男不愿欠人人情 将军 还是置身事外吧 李章男一声之后 绕开罗飞 北秦兵一拥而上 战权之中 李章男手臂 被一刀砍伤 鲜血直流 罗飞见状 冲了上去 我罗飞帮你 与你无关 李章男冷笑道 我李章男 绝不亏欠他人 你 罗飞看看他 李章男坚决的目光 不容置疑 他知道 他在逼他 逼他与他同返大元 一往 他速来敬重 他的手段与气魄 本想着真刀真枪的 与他决一死战 死亦无害 可时局总是难料 如今倒是进退为谷 好 若可杀出重围 我带着我的人 归顺翼王 罗飞一句 被亲军中一阵大害 李章男挑唇一笑 好 我们便并肩作战 听罗飞如此说 罗飞下手便不再迟疑 与罗飞站在一处 与北情军 绞杀一起 眨眼之间 风云变幻 李章男与罗飞合力 基本与北情人 势均力敌 李章男笑道 何必负于顽抗 与我一同归了大远 既往不咎 杀声震天 寒光必泻 罗飞与李章男 步步向新疆兵而去 绞杀的战局 混乱之中 只听身后有阵阵马蹄声 一王上马 是唐世言的声音 李章男急不迎上 定是凌风傲 带着纸横到了梁江边 唐世言知他有难 带人前来 李章男跃上马 高声说道 唐兄 不宜恋战 撤 说着 对向罗飞 罗将军 上马 罗飞看着李章男 目光正重 一王 请善待罗飞的手下人 李章男一惊 豁然明了 正欲开口 只见罗飞手起刀落 一刀之下 鲜血淋漓 将军 罗飞手下大喊 罗飞却已然重重跪倒在地 挥刀自吻的刹那 轻轻闭上了双眼 李章男惋惜一探 他知道 这一刀 罗飞成全了意 保全了忠 所谓忠意 他都做到 见大元援军迟到 北清早已筋疲力尽的将士们 又微微迟疑 夜风下一时气愤凝重 李章男速声道 各位北清将士 霍成锋已死 霍敏生性残暴 曾因十三公主之死 前怒送亲队伍 送亲队伍千人被杀 想这一次 死的人是北清太子 你等如此 又岂能独善其身 况且 霍成锋又是因何而痛施好局 你等如此为他卖命 却只怕枉然送了性命 若是归顺我李章男麾下 我李章男一视同仁 绝不食言 李章男声音沉沉 却凛然霸气 震慑三军 陆续还有北清赶来残军 皆被这一句话震住 不错 霍敏信息迁怒他人 这是人人最是忌惮的关键 唐世言望着一身浴血的李章男 他身上伤痕累累 却丝毫不是一分气魄 目光依然俯瞰众生 不可直视 难怪他是人人 闻着丧胆的天将军 是令各国胆战心寒的催命福 是纸横 心中恨之深 却爱之怯的男人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皇飞 军心早有动荡 加上罗飞已死 群龙无首 北秦兵新知 若是回去 恐怕一直有一死 一人带头 单膝跪地 众人便纷纷败倒 北秦军 愿追随一网 将功折罪 李章男心中一定 夜风凛凛 吹开衣袍 他眉目更有朗然 好 堂兄 就着伤员略为整顿 令人再备一艘大船 与我军同归大远 明臣前来复命 严毙傲然回马 夜色下风乱叠仗 旷远深邃 李章男衣袍飞斩 策马急奔 夜色 血腥 杀戮 已在身后 天际微有一丝 红透的云 撕开月色 天 就快亮了 秋风瑟瑟如刀 凉江汹涌澎湃 晨光微露 天字未明 可惜一江风月 被铁蹄踏破 这连年征战的江土 被滔滔江水 冲刷去了血腥 江风如同寒刀 身中毒素的纸横 不令罗勇和紫英 为他医治 他一身白衣 立在船头 白色揍纱 作偏人迭舞 秋风中 缠绵墨发 扰乱凉江 染血白衣 与秋风瑟瑟 荡出江水 长天浑然一色 只见不远处 一个身影 侧马而来 轩昂气质 目光似火 只恒心的一记 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他撑着虚软的身子 步步如风 仿佛这一刻 身上充满了 无限的力量 他迎着她奔过去 直到扑入她的怀里 感觉他起伏热烈的心跳 方才觉得 一切据是真实的 昭南 他的手触及 湿漏的血水 只横一惊 举手望他 你受伤了 李昭南目光深沉 望着他苍白如血的 倾过容颜 这一眼 似有一声那样长 他手指纠缠他的发 唇角玩味地笑 不怕人笑话 只横这才警觉 身边无数将领 大员兵士 肃然淋漓 而他 却不顾一切地 扑在了李昭南的怀中 他脸上历时飞红 欲拖累李昭南的怀中 李昭南 却反而闭上用力 将他紧紧压在胸口 现在后悔 晚了 只横一震 泪眼朦胧中 李昭南的神情 耐人寻味 这一句 似饱含深意 他似笑非笑 他是指这个拥抱 还是指什么 来不及细想 只横便感觉 眼前一片晕血 胸口又剧烈疼痛起来 他秃得转身 一口鲜血 涌出口中 白色裙摆 历时血无一片 指横 李昭南大惊 忙将他紧紧抱住 他却虚软地 倒在他的怀中 面无一丝血色 李昭南将指横抱进船舱 命罗勇为指横医治 罗勇 他是第一次见 但见他一脸忠厚 为指横诊脉之时 一目不斜视 指横的角色美貌 看来指横之眼 果然不错 世外 却有奇人 指横所中何读 李昭南急声问 罗勇却面色平静 淡淡说道 杨金花 杨金花 李昭南凝眉 望着床榻上昏迷不醒 汗水层层地止横 罗勇点头 解读不难 以人生为主 左椅半下 陈皮 芙苓 甘草 煎汤服即可 只是 罗勇似欲言又止 子音接口道 只是杨妃他产后风湿 身子虚亏 心力焦脆 又遭毒害 只恐怕 子音一顿了顿 望着李昭南 胶着的目光 方道 只恐怕 日后再难生云 李昭南心中一震 冷峻脸容 豁然消沉 他望向指横 他额上泄汗匆匆 呼得一声急呼 张南 李昭南奔到床前坐下 握紧他冰冷的双手 这双手冷如冰霜 他的心却热火烈烈 他望着他 逝去他额上的汗水 他额头滚烫 身子却似乎微微颤抖 翊王 只要服了药 退了烧 杨妃并可无恙 您 罗勇未及说完 一边的唐世言 却示意他不必再说 他挥挥手 罗勇与紫英会议 退出仓局 李昭南望着指横 七眼憔悴的容颜 幽眸凝脂 骤然 心痛如脚 这样的心痛 他自十四岁起 便再也没有过 他半晌未有一眼 面色冷沉 情趣莫名 一连三日 大船在江上漂泊 他守在指横的床边 始终一言不发 罗勇用药调理 指横面色 终究见了一些红润 当九死一生 指横缓缓睁开眼时 第一眼便映入 李昭南通红的双眸 他棱角分明的俊容 仿佛有着疲惫不堪的俊色 他几夜没睡吗 指横迎白素质 浮上李昭南干涸的唇 挺拔如山的鼻鼓 虚弱浅笑道 我会睡了多久啊 声音绵软无力 李昭南哑声道 三天 你三天没睡吗 指横眼里滑过几次痛色 心疼地望着他的疲惫 李昭南不语 只是握住他 俯着自己脸颊的手 轻轻吻落 四季子鹰的话 他的心便忍不住疼痛 指横尾他 已经受了太多苦 绝不能令他再得知 不可生育之事 他永远不会忘记 身牢之中 这愿与他共赴苦难的女子 生死之间 这愿与他携手共赴的女子 李昭南心中起伏 然面色却只是淡淡的 他握紧他的手 我们回家 回家 陡然两行青泪陨落 只横心内涌起莫名悲痛 那个家 对于他来说 是怎样的人间烈狱 不堪回首 但李昭南深谈似的眼里 浓清滚滚 他终究悲苦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此番初战 不算大劫 却诛杀北秦太子 收服北秦兵将上万 重创北秦 令其玉自愿臣服于大园 翼王功勋未有减损 反而更胜 翼王绝地缝山的段子 只需半日 便令大园街巷 口口相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